费力费心费钱 关键是经常龟才两空 当养龟等于治龟时 不如不养 一个养龟方法 如果经常让乌龟生病 不仅不是好的养龟方法 连合格的养龟方法都不算 只有想办法让乌龟少生病 不生病 我们才能有充足的时间 去享受饲养宠乌龟的乐趣 如果你不是宠乌龟医生 那么治乌龟的水平越高 养龟越失败 因为真有水平的话 最起码所养的乌龟 应该少生病 要想减少乌龟生病机率 就要了解各种乌龟常见问题 产生的原因 但掌握病因的目的 不是为了治龟 而是根据成因 采取措施有针对性的去预防 鲜少乌龟生病机率 做好预防会让养龟更轻松 提示结束 以下是本期详细内容 上期视频东龟先生说道 丘寂乌龟之所以爱生病 主要是因为温差 做好温差防护 丘寂养龟也容易 否则乌龟真的是容易出问题 防温差 根据温度降低逐渐减少卫时 能够避免丘寂养龟的很多麻烦 乌龟能出现的问题 从头到尾 游表集里有很多 但常见多发的 其实也就那么几种 腐皮腐甲 感恩 肺歪 肠白 白眼 巴西脸 偶尔挡个疙瘩 GC或中而外 这几种常见问题 基本都是丘寂温差 直接或见解导致的 由丘寂温差 直接导致的乌龟问题 一 腐皮腐甲 特点是开始鼻尖和眼圈发白 慢慢其他部位 也开始出现皮肤变白 乌龟趴着晒台 没有精神 严重时失睡 有可能会抑制这种状态 直至死掉 二 张嘴呼吸 鼻孔和嘴边有粘液或泡沫 就是大家所说的感恩和肺歪 这两个成因相同 温差大 表现相似 处理方法也相同 可以认为是一种问题 一般都是温差大 先导致前者发生 处理不及时 或虽然处理了但无效 严重呈后者下呼吸道 小水体加出水晒台 乌龟频繁出入水 是造成秋季养龟这一问题 频发的常见原因 东龟先生早年养的小龟苗 基本都是这么死的 自从使用了大水体鼓法养龟 龟苗不设出水晒台后 几乎就遇不到这种问题了 距今最近的 遇到龟苗张嘴呼吸 还是在两年前 当时一只草龟硬币苗 由于攀爬水长谱 这一事实出水晒台 出现了张嘴呼吸 流鼻涕 急感 2020年秋天的时候 就这件事给大家发过视频 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这种不是出水晒台的出水晒台 自从2018年 东龟先生抛弃潜水过背 以大水体鼓法养龟以来 也就遇到这么一次 而之前潜水过背养龟苗时 养一只死一只 几乎全都是因为张嘴呼吸 不下晒台急感 或肺无癌 三 乌龟肠胃问底 典型表现是少食 厌食或聚食 分辨不是正常的圆柱状 而是没有形状黏变或稀变 颜色也不正常 例如是白色或冬状 或者其他明显不正常的颜色 消化状况也不好 有时为什么拉什么 根本不消化 放入水中浮水 腹部上浮 即后浮 趴在晒台上没有精神 闭眼试睡 这就是大家所说的乌龟肠脉 多是低温下喂食过贫 大降温前喂食导致 低温差大和喂食不断叠加产生 四 乌龟暴毙 即突然无症到死亡 多发生在体质偏弱 和本身已经生病的乌龟身上 遇到大降温温差大时 突然就死了 过于肥胖的龟也容易出现 既然是暴毙 除了平常养出体质好的龟 让乌龟少生病外 还真没有好的办法处理 五 白眼 主要出现在巴西脸系列龟上 例如巴西龟 黄耳龟 东西锦龟 火焰龟等 春秋温差大的季节 也是这些龟白眼多发的季节 原因之前 东龟先生多次说过 这类龟的眼睛 可能类似某些人群的见风流了眼 对温差比较敏感 遇到大温差刺激 乌龟眼睛不舒服 乌龟脑眼睛将细菌带入 造成白眼 除了上面这些因温差 带来的常见问题 作为辩温动物 乌龟的其他一些问题 也或多或少都与温差有关 所以东龟先生才一直说 春秋养龟 重点是防温差 其他都不重要 温差防不好 乌龟总生病 养龟就有的痛苦了 下面再来说说秋季 乌龟这些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 特别说明 目前东龟先生养龟 偶尔能遇到的问题 就是因翻钢大换水 导致的腐皮腐甲 这种和温差大腐皮腐甲不同 属于环境应激 东龟先生基本都不给他们处理 套稳定环境自愈 其他问题就很少遇到了 所以下面的乌龟问题处理 都没有东龟先生自己的实力 但乌龟生病后的处理 其实不难 几乎都是城市化 公式化的东西 涂抹 胃罐 滴乳 浸泡 注射 没有什么新意 谁来处理也都是差不多的流程 一 求记乌龟生病后很难自愈 恒温四氧是前提 温度忽高忽低 本身就容易造成乌龟生病 在这样的环境下 乌龟出了问题很难自愈 需要缓慢升温 并最终恒温饲养 建议将温度稳定在28到30度 在这一温度下 乌龟新陈代谢旺盛 免疫力强 利于化学物质吸收 利于乌龟恢复 二 温差大腐皮腐甲的处理 保持恒温加温钢隔离合 或恒温相饲养 轻微腐皮鼻尖和眼圈白 可以暂不处理 恒温饲养观察 要处理的话 可以用杀菌盐外水 避免使用任何刺激性强的消毒剂 例如点腐等 会弄下乌龟眼睛 其他部位的严重腐皮腐甲 清理到腐烂的地方 再涂抹杀菌化学物质 例如据为铜点溶液 红霉素软膏等 涂抹完肝痒一会 放入钢里饲养 秋季温度低 温差大时 不建议直接在外面肝痒 鼻子冒泡 张嘴呼吸的处理 缓慢加温 恒温饲养 并为一些适应的化学物质 例如阿末某林 弗本尼卡等 按照说明书中的毫克每千克剂量 根据乌龟体重来 由于乌龟体重不重 基本也就一点 最好是在刚有异常 乌龟没有巨石时半食未入 可以用食文鱼等乌龟 能一口吞下的食物 将化学物质藏在于肚子里 被乌龟吃下 后期如果巨石了 就比较难办了 常用的就是用软细管浆管 溶解后浸泡 以及打入腿部肌肉 其中浸泡用的人最多 但其实很不靠谱 吸收了没有 吸收了多少都是未知数 少了没效果 多了慢性动都 后期一报比 如果太严重的话 倒是可以采用打入肌肉的方法 良好控制 效果还快 以弗本尼卡为例 每次0.5毫克每千克体重 每天一两次 是严重程度 三五天就差不多 四 乌龟肠歪的处理 和感恩肺歪处理流程差不多 加温并衡温饲养 还没据食 半时未入适应的化学物质 如浮本尼卡 严重的就打入肌肉 同样每次 0.5到1毫克每千克体重 每天一两次 连续三五天 五 巴西脸系列 乌龟白眼 草龟 花龟和黄红尼水龟等国龟 几乎不白眼 这些龟的白眼 多数都是误判 处理方法 加温并衡温 和其他巴西脸龟隔离 使用的化学物质 是杀菌的眼湾水 例如养服某星等 把握住眼睛基本正常 在眼球表面 只滴在眼皮上效果不大 需要滴在眼睛里 击球上才可以 如果没有抓住前爪 频繁挠眼睛阶段 后期乌龟眼睛肿烂 彻底闭眼了 就比较麻烦了 还用杀菌眼歪水的话 需要先清理干净 乌龟眼底的腐烂物 然后再滴掉眼睛里 实在不行的话 也用浮本尼卡 打入乌龟肌肉 两筒前面 以上就是球技乌龟 常见问题与处理方法 最后东龟先生 还想再说一下 乌龟出现问题以后 不管处理不处理 最终恢复还是要靠 乌龟自己的体质和抵抗力 不是每一只龟 处理了就能好 乌龟生病以后 很多是好不了的 特别是小龟苗 养龟还是要做好 预防最轻松 乌龟不生病 我们也就没有 那么多烦心事了 东龟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